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焦点对话的访谈单元 我是樊东宁 美中两国政府负责对外事务的女发言人 连日来在推特上 针对究竟谁才是武汉肺炎的病毒源头 展开了一场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 而现在则是把台湾也给卷入了战火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 在他最新的推文中 是以台湾来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声称 武汉的卫健委是在去年的12月31号 就疫情就发出了通知 那么奥特加斯指出 去年的12月31号 其实是台湾首先试图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 说这种病毒可能是会人传人的 奥特加斯强调在同一个时间 北京当局其实做的是在销毁病毒的样本 并且封口武汉的医生 而一直到今年的1月20号之前都拒绝承认 这种病毒可能是会人传人的 才会导致现在全球疫情灾难性的后果 究竟所谓的零号病人何时出现 是台湾还是中国最先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正确的疫情警告 中国外交部是否带头说谎 中共又是否正在对全球进行一场所谓的大脑控制战呢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们将透过详细的时间轴 为大家一一的来还原真相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 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宜中博士 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访谈单元来谈谈这些话题 赖宜中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好的 首先要请教您有关于美中两国的政府发言人 这两位女发言人 华春云跟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在推特上针对这一次武汉肺炎病毒源头的针锋相对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想这双方之间争议的最主要的焦点 就在于说美方认为中国还在隐匿疫情 那中国他跟美方讲说我从来没有隐匿疫情 而且反而在指控美方他有这个所谓种族歧视等等 因为美国他认为说这个武汉肺炎 现在更进一步叫中国肺炎 那实际上如果说针对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基本上应该就从这事实这边来看 到底这个疫情的讯息他是如何被得到的 以及他是用什么方式被讲出去的 如果说我们看这整个时间轴来看的话 就是说如果说根据南华早报 他的一个报导 实际上中共的高层 因为他是拿中国内部的资料 而且把它看再出来 根据中国那个内部的内部高层 他在11月17号去年11月17号 就已经知道有这个病毒 有这个疫情的存在 只不过在当时他们还搞不清楚 到底要如何去定位这个我们讲零号病人 不晓得零号病人在哪边 因为他们找到四个人 有可能是在这四个人中间的一个 或者是在四个人以外的人 但是他们并不晓得哪个是零号病人 可是呢 那个中国他如果说根据中国自己 他的说法 他是在12月30号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他在1月3号跟美国讲 所以说我们假设他是12月31号 他就真的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 那么从11月17号到12月31号 中间起码拖离一个半月啊 那如果说是美国他从中国那边得知 更是到1月3号以后 换句话说 这也是大概将近快到那个45天 可能甚至到50天 快到50天左右 所以从这个时间轴来看 你说是不是有快到两个月的这个 美国他才知道中国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指控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中国他一直强调这是他没有隐匿 然后他还跟美方讲说 美方为什么坚持要撑武汉肺炎 是对中国的歧视 但是这边就要讲 就是说中国如果没有隐匿的话 那为什么当美国1月3号 听到中国跟美国讲 美方他就讲说 那我可以派人过去 要不要协助你 那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结果中方他不要 同时还把这个中国自己 他有一个医生 他们团队有到那边去看 然后同时分离出那个病毒基因的 那个实验室 就把他给怎么样 销毁掉了 然后呢 那个更离奇的就是说 中方他指定派过去 处理这件事情的 一般来讲并不是病理学家 或者是那个传染病的这个科学家 而是一个进行这个生化战的 这个解放军的少将 关键话说 这是用军方的这个生化战的 这个规格在 的这个主导人 他在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当然都会让大家觉得 非常非常的奇怪 我们现在所谈都还没有去 谈到科学里面 有关于这个病毒 他特殊的组成 那到底是不是那个人为 或者是怎么样 光指就这些时间轴上面的 这个过程 以及啊 中国他在这边所处理的行为 的确是看到那个 美方起码 他是经过快50天才看到 他才拿到那个有关疫情的相关的讯息 而且他想要进一步再取得讯息 中方也不给他 同时把一些可能会把讯息 这个 那个更进一步揭露的 这个可能的这个管道 也都把它给销毁掉 好的 的确是 这一波我们看到 美中两国的这两位女发言 人的这个交锋的交点 就是这些关键日期 就像您刚讲这个时间轴 那么除了刚才您提到去年 11月17号 这个零号病人的 这可能出现之外呢 双方也特别针对了这个台湾 究竟是什么时候 开始把这个可能人传人这个讯息 提醒世界卫生组织 这样的一个焦点 也在最近两个人的针锋相对当中 被提出 包括了美国在台协会 也在脸书上面 PO出这样一个推文 就您来看呢 究竟是中方现在这个12月31号 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还是这个台湾也在同一个时间 向世界卫生组织提醒 凸显了台湾在这一次当中的 这个疫情的关键角色呢 来一种博士 我想就是根据这个 我们的总指挥官陈时中 副长 他是提到说 12月30号的确 台湾这边是有专家 有向世界卫生组织提醒 这个疫情有可能会出现 人传人的状况 就这支病毒 那实际上在当时台湾并没有 拿到任何从中国那边来的资料 而是说根据中国它自己本身 当时已经零零星星出现 政府不愿意承认 但是也是有台商嘛 也是有这些种种的 那个消息会出来 我们所听到 得到的一个对疫情的那个判断 那这个判断是来自于 跟SARS那个时候的经验 所以说 马上就会想到就是 这个东西非常奇怪 而且也有那个 就是说感染的人有在扩大 也因此在怀疑 是不是有人传人的情形 那用这个东西来 跟这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提醒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 根据我们陈时中部长 他的说法是说 世界卫生组织就只是回答一个了解 也没有在进行有任何的讨论 或者是说有其他 有关于像针对疫情 或者是人传人 或是不是人传人 这部分的另外一个 共同的那个研究的要求 就像你讲的 世界卫生组织 是表示他们收到了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所以台湾在去年 就已经提醒了世界卫生组织 但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不作为 也是这一次疫情受到延误的 一个关键的重点 对吗 相信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中国他当然要为这隐匿疫情 而且隐匿相当一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他是对全世界 也对他自己人民在隐匿 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 那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北京政府 他要负完全的责任 包括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 那另外一点 有关于世界卫生组织 我是觉得是他在这边 袒护中国 以及那个无所作为 所以使得这个其他国家 他对这个疫情的那个知觉 还有他的合作形成非常严重的 一个那个误判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即便他不是主动隐匿疫情 但是他对疫情的特意的淡化 那同时以种种的政治理由 不愿意进行那个全球公共卫生的 紧急事态的宣布 我觉得是让这个疫情 开始大爆发的很重要的原因 那这中间也是另外一个时间轴 就是说在1月22号 当时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就已经针对这个东西要开会 因为他们在1月14号 已经有专家到中国那边去 去进行实地的这个访查 那回来的结果是想必是认为说 这的确是相当严重 所以说才会在1月22号 21号的时候要进行讨论 那结果这讨论一般来讲 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结束 结果既然讨论了两天 到了1月22号 他才做出结论 那这个据说那个 根据法国的报纸 它的报道是说 在当时的讨论里面 实际上中方的这个代表一直在施压 而且甚至对某些国家出言恫吓 是认为说不应该要把这个东西 宣称为这个全世界公共卫生的紧急的事态 PHEIC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说在1月22号 他们那个就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但是最有趣是怎么样呢 反而是中国他在这个世界威人组织 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之后 没过一个小时 他在武汉反而宣布封城了 封城 那那个宣布封城之后 接着很奇怪 就世界威人组织秘书长 在11月27号 竟然他在都已经自己 都已经做出一个决议之后 又跑到中国去 跑去见习近平 那个在过程中还讲 习近平讲的是讲的天大地大 说是他是非常那个出色 为了这个疫情的抗击疫情上面 做了非常多正确的决定 给他赞美了很多 但是一回来之后 1月28号世界威人组织 他们经过那部会议就决定说 要进行PHEIC 就是那个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的一个宣布 那但是即便在这个宣布 结果这个我们的谭德赛这个秘书长 他又强调是说 即便有这件事情 但是他还是不认为说 要对中国进行任何的这个旅游的限制 而且他也认为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 你免得把事情从小把它吵到大 他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就我们看到之后的一些发展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说时间是所有的一切的话 那么之后在11月 中国他不引进疫情 早日就开始处理 如果说在世界威人组织 他那个没有一直在刻意掩护 或者刻意淡化这整个疫情 他在例如说1月14号就进行PHEIC的宣布 然后马上也进行相对应的需要的这个封闭式 或者是说是进行限制性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觉得今天全世界状况就不会这么严重 好了 请赖宜仲博士从这个时间轴来分析 中国是否隐匿疫情之外呢 我们要来看 与此同时看到中国随着这个现在全世界的疫情的消涨 也出现了这个新一波的这个宣传站 而且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那就您能观察 他好像也和这个北京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日期 是有一些微妙的巧合的 这个部分也请您分析一下好吗 白宜仲博士 就是中国他的这个宣传 大概在这个疫情上面大概可以分三个不同的阶段 那这每个阶段的起始点 都刚好跟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开会的这个结论的时间完全一致 第一阶段大概是从1月25号 然后就到2月3号左右 那当然就是在1月25号 有中央政治局常会他开会 对这个疫情做出重大的宣布和决定 那这个决定包括说成立了防疫小组 然后以李克强 就总理李克强来担任小组长 但是这个防疫小组 他组成成员里面 竟然没有半个卫生专家 全部都是有关于外交部 公安那个宣传部 中宣部的 然后这个以及统战部 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那个部会的人员 甚至连中央办公厅主任也在那个地方 我都不晓得他在做什么的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开始他的组成里面 就把对外的宣传当成重中之重 但是卫生专业却不放在这里面 那这个东西也决定了 中国他在这次 那个我们讲说抗疫的作战里面 他在对外的宣传 他所重视的程度 那正因为就是从2月 那个1月25号 中央政治局常会做出决定 然后在之后的2月3号 2月9号 2月12号 2月19号 以及3月4号 这几次的中常会 陆陆续续做出不同的决定 而产生不同的一个对外的宣传 那从1月25号到2月3号 这段期间 中国主要是在回应外界的需求 那在这个地方 他也提到就是说 他必须要主动的跟 派驻在中国的这个外国的团体 进行沟通 要来让他们不会对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信用都会失去信心 那但是等到2月3号 另外第二次的这个中常会 又开了之后呢 中国开始提出说 我要反击了 我要这个用事实 用数据来反击这个不当的 这个对中国的指控 那我想这跟特别是1月28号之后 陆陆续续以美国为主 国家有出现撤侨的这个活动 跟这有关系 那中国他在那2月3号之后 他的这个指示 他一个比较具体的 这个出现的说法就是 他开始指控 这个武汉肺炎是种族歧视 然后这个H1N1 是美国是美国制造的病毒 那但是H1N1并没有说是美国病毒 所以说你也不应该 称之为武汉肺炎 还说H1N1当时对全世界影响 比武汉肺炎还要大的很多 那当然如果说你根据事实来比较 武汉那个H1N1不是起源于美国 而且那个H1N1 他致死率根本不像武汉肺炎这么高 武汉肺炎起码是H1N1的 大概1万倍左右 然后再来那个从2月3号之后 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从2月3 特别是从2月12号之后 中国它的这个对外宣传 开始强调就是说 中国它那个在这个抗敌疫情上面 已经开始有序了 而且呢 它这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复工 要复产 因为它对中国经济 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但是既然要复工复产 就开始要讲说 这个疫情受到控制了 而且在下降了 所以说我们从2月12号开始 中国都开始对外一直强调 它疫情在下降 在2月19号的时候 甚至出现怎么样呢 2月19号中常会之后 2月20号 2月21号 中国它对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案例 大幅的巨幅的 悬崖式的下跌 2月20号 还有大概7800例左右 到了2月21号的时候 就忽然下降 变成800多例 然后以后 就在800例 600例 500例 在那边来回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如果说这个病毒 真的是像他们所讲的 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 那么这是个非常爱护中国的病毒 因为它这病毒可以非常清楚的 配合这所有的时间 来进行它的感染上面的状况 的一个变异 然后我们也看到 与这个同时相关的 就是说它的宣传的主轴 开始去强调 中国因为它有办法 把这疫情控制 所以它变成这个问题的解决者 它可以提供其他国家 包括当时的日本韩国 以及意大利西班牙 欧洲国家等等 这些受到疫情 冲击严重的国家 中国我可以来当你的模范 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说这从1月 那个刚开始 那个疫情出于中国 中国它要求说 绝对不能够把它说 这是武汉肺炎 因为这是种族歧视 好 如果不说武汉肺炎 因为这不晓得 那个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要大家淡忘 它的这个起源地 那到了后来开始 中国摇身一变 变成我们讲说 这个是疫情解决的 这个方案的提供者 所以说中国从制造问题 变成在解决问题 这角色的转换 是180度的大转变 那他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来向世界表示说 民主国家 它无法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中国呢 它有举国体制 它有制度优势 那制度优势就是 中国共产党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方面的制度优势 它有办法解决 来抗击这个疫情的战役 好 继续请教 赖以中博士 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中国现在 试图要华力转生 从这个所谓 病毒的制造者 变成这个全球 疫情的协助者 或是解决者 就您的观察 它是否从过去 我们传统上知道的 所谓大外宣 或是舆论战 现在已经进化到 一种全新的 您所谓的脑控战了呢 赖以中博士 当然 他这次的华力转生 特别他在论述上面 的那个转变 我们往往会跟 他对台湾的政治影响战 他的策略 后来做个比较 但是我觉得 他比台湾的 对台湾的政治影响战 有一个新的进化 是在于说 过去他对台湾 他并不在于 强调自己有多好 他只要证明你有多烂 他要让对手内部 产生无法团结 他不一定要 让他支持人能够当选 但他确定要让他对手 即使要赢也要赢得 非常难看 就是要彻底 要摧毁他的正当性 那但是在这一次 我觉得中国 他的那个做法里面 他有两个地方 是比较不一样的 第一个 在过去中国 对外政治影响战 外交部啊 往往都是一个 我们讲说 好像是装正经 当好人 这样一个单位 讲诚实话的那种单位 但这一次 外交部整个全体投入 然后在整个 对外的宣传里面 带头在 这个指控别的国家 带头在 讲这一代谎言 所以说我们看到 不管是H1N1的事情 或者是说这个 武汉的肺炎 可能是美军带入等等 这都是外交部的 那个官员直接在讲 第一线 第一线在讲 而且第一线在质疑 这跟过去的 那个状况 是非常不一样的 第二点就是在于说 中国他这一次的 这个我们讲脑控战 他有个重点是在于说 他要去摧毁 你民主体制正当性 同时要树立 他独裁体制的一个 那个优越性 所以说他才会在 屡屡跟其他国家 在提到说 中国有办法做到 这件事情是因为 他有这个举国体制 所形成的制度优势 那这个制度优势 又让怎么样呢 就是说让这个中国啊 他有办法动员 进行全所未有的 这个总体系的动员 进行所有资源的整合 以及进行所有全方位的 这个支持上面的那个得到 用这种方式来得 来取得他们所要的效果 但是民主国家 本身就是一团散沙 他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他用这东西 要来证明 他证明其实一方面 是要在民主体国家里面 造成内部的分裂 同时另外一方面 要让一些他一带一路 他其他的 他想要争取的国家 告诉他们 你们跟民主国家合作 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这民主国家 注定要失败 你必须要跟我 因为你看在抗击肺炎上面 我这边表现是多么的成功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讲说 这是一个新的这个进化 因为进化在过去来讲 他不是要证明自己有多好 但现在进化 他反正怎么样 证明自己是非常的好 而是证明别人有多烂 的确是这种 全新进化的脑控战 如果是现在 是看到这个美中两国的 角力的时候呢 除了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贸易战之外 现在更升级到所谓的 这舆论转身 是脑控战的话 包括连这个美国总统 特朗普现在都直接用 这个中国病毒来称呼 这样子一个名词 那你怎么看 美中之间这一波最新的 不管是媒体战也好 舆论战也好 或是脑控战 是不是也可能会让 双方原本就已经存在的 贸易战等等的 这个战略对抗 提高到一种 新冷战的格局呢 大一中博士 其实我觉得 这个新冷战绝对已经是到了 那因为实际上在那个之前的贸易战 或者是科技战等等 它背后实际上是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因子 在那个地方作用 那特别是在新的全球化 而且是透过高度的科技所连接的全球化 变成你要用哪种科技方式来服务人 那这种科技后面的那个服务 它后面又带了它这个政治体 你需要哪种政治体制 以及对人和社会之间的那个管理哲学 这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才有办法发生嘛 所以说那个在进行到科技战的时候 一定要触及基本上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价值 没有办法在相同的科技之下 或者用相同的科技的东西来处理 而有办法并存 那这一波两国的脚力 你能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宣传战是不是 中共越为占上风呢 因为现在看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 提出这个中国病毒之后 似乎也受到了这个中方的反制 企图是模糊焦点 把它说成是种族歧视 跟我们总结一下 您认为美中两国这一波 因为疫情的最新交锋 目前的最新情况 您的分析是如何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在于说要对付他们 不是跑去跟他们去争辩 这个东西是不是种族歧视 而是要第一个先回归到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你的体制里面 导致你在隐匿疫情 造成全世界 以及包括你自己国家人民的灾难 那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那同时那个 在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 它本来就从中国源起 那同时呢 那个你的问题 你必须要去来解决 而不是去赖在别的国家 所以说美国现在要做的做法 不是跑去跟他争辩 到底这个我们要称这为什么病毒 而让他把你拖在所谓的 根本不存在种族歧视的 这个与近的纷争里面 在打转 而是要回归到最本质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病毒 会造成这么大的问题 那以及那个这个问题 是在什么样的体制之下 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这个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要先把要直指出 这中间的差异 才有办法来去对付他的谎言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 赖一中博士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感谢您 谢谢 也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樊东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